你别跟我解释 我告诉你 我什么都不相信 我就相信自己亲眼看见 你这个样子一点都不可爱 我不喜欢这样 干嘛 我看别人看我男朋友的眼神 那爱意都快融到骨髓里的 你说我能可爱得了吗 你爱喜欢不喜欢 不是 有能吗 这么夸张吗 我跟罗小山什么事都没有 就是那阎峰跟那瞎搅和 知道吗 罗小山这人挺好的 回头你跟他接触接触 我保证你们俩一定会成为好朋友 成为什么好朋友啊 我够大肚子了吧 我把我男朋友介绍给我的情敌 看着他们俩越来越好 都快好上了 我怎么可爱 你告诉我怎么可爱 知道我自己做 别碰我 这样 我原本把这事跟你解释清楚 我不听我不听 你不听你为什么还站在这儿 你必须听 我走 那天我是不是去你家了 不知道 我真的是被毛阿姨说的那句话 给感动了 一字一句都记在我心里边了 我本来是想去找我妈去 不管是误会还是什么的 我希望我妈能给毛阿姨陪礼道歉 谁知道我说着说着她就急了 拿东西就拽过 正好罗小山在这儿呢 咋他脑子声 但你说我怎么办 我只能把她带到医院来处理 当时她说好像没粘好 我说那我看看 就这样就这么简单 说到重点了吧 那还是罗小山是吧 英雄救美 她是英雄是吧 是吧 和文波咱们俩在一起 一回是误会 二回是误会 三回也是误会 老是这么误会的话 还有什么必要在一起啊 你把话说清楚了 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 什么意思 什么什么意思 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做没有必要在一起 你什么意思 什么什么意思 把话说清楚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说什么说 你说 咱们俩没有必要在一起 是什么意思 什么什么意思 胡搅蛮缠是吗 说 到底想怎么的 分手 你听不懂吗 你可以跟我吵 可以跟我闹 你可以误解我 可以冤枉我 但是别把这两个字 挂在嘴上行不行 不行 分手 你是女博士 你以为找到这么一个 优秀的男朋友 就这么容易啊 你是妇产科大夫 你以为找个女朋友 这么容易啊 好 你说的分手 高文博你给我回来 你说回来我就回来啊 赶紧我认错 你把手给我 换一只好不好 不行 高文博从今天开始 咱们俩分手 换牙 还有这边 特别好 好 我跟你说 东晓晓 你也别离开心 我就找不着女朋友 是不是 别后悔 真凑 你等着 我立马上给你找个女朋友 我了 等很久一会儿了啊 晓晓 没事吧 没事 什么事没有 如果因为我 让你们产生什么误会 我会过意不去的 不能够 刚才把我叫过去 主要是想跟我 朗松手试 不是 给我赔礼道歉 这现在不回家 是闭门思过去了 说什么要给我写 检讨书保证书 你说这整个内心没有用的 看到你们这么好 真的让我挺羡慕的 那倒没必 走了 我送你 叔叔 您吃苹果吧 我不吃水果 我就喜欢吃肉 哇 这阿姨卖肉的 你还没吃够肉啊 他 他不让我吃啊 他说吃那东西 胆固醇高 血脂高 他专让我吃素 你看 我这脸 发现了吗 是不是面露菜色 都绿了 缺钙啊 要不怎么一摔就骨折了呢 这样 严峰啊 我想麻烦你点事 叔 明天你来呀 这个 给我带两个大的 大的 大的猪蹄子 肥一点的 哎 千万别让晓晓知道啊 他跟他妈一伙了 哎 如果可能的话 再把猪肘 哎哎 小小 来了 我这正念叨你呢 哎 也在说严峰 你看严峰真好 天天陪我来聊天 今天又来了 哎呀 太好了 谢谢 谢谢你照顾我爸爸 哟 叔 听到了吗 谢谢 从小到大 什么时候说过谢谢 现在开始说了 你照顾我爸爸 当然应该谢谢你了 我跟你说啊 我还喜欢小时候 跟在你屁股后面 听你喜欢 听你派遣 那种感觉多好啊 以后别说谢谢了 你有被拆遣妄想症吧 行了 我们出去吧 爸 您好好休息啊 早日康复 哎 去吧 对了 这个 啊 拿着 哎 三千块 是 岩峰焦的 小意思 谢谢 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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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爸 去吧 你早休息啊 那两位叔叔我先走了 啊 走吧 吃点东西去 医院门口开了家新饭店 听说味道不错 我就不去了 太晚了 这个钱 我会尽快还给你 还还还钱 现在我们除了这个 还能聊点别的吗 严峰 我还真有话想跟你说 严峰 我们从小一起长到大 我们应该无话不谈 我们应该更纯粹 对吧 所以 我希望我们之间交朋友 不要建立在借钱的基础之上 如果你真的把我当朋友 不要再给我家人借钱了 我也不想他们 一直养成这种习惯 研究所发了工资 我会尽快还给你的 真的谢谢你 这 哎呀 姑姑我就跟你说 这个生命 哎呀是在运动 你看姑姑身材保持多好 运动啊 你知道啊 姑姑 姑姑 来 来 姑姑 别说话了 那院子 这俩人住着 习惯吗 哎 这儿呢 这儿呢 这儿是我们家了 那个 进去坐坐吧 这是你们家 嗯 啊 不了 给你送到上我就放心了 千万别着水啊 你放心吧 你叮嘱我的我都记着呢 哎哎哎哎 我们这儿还不错吧 不能用不错来形容 太好了 啊 这得是多少人的梦想 我们也是打拼出来的 都挺不容易的 哦 对对对 你看你们多不容易 哈哈哈哈 我走了啊 哎 哎 走了 那你慢点啊 哎哎哎哎哎 太不容易了 谢谢你 哎哎 那你再回去吧 啊 啊 你从哪儿冒出来的 从哪儿冒出来的 让我说话 哎我说你啊 早说呀 这文伯送你回来 我就不让果果出来了 待会儿再看到 哎 万一看到也没办法 顺其自然吧 再说了 早晚就得知道 这事蛮普通 哎呀 不过这个高文伯 我是挺满意的 暖男 特别适合你打果果当爸爸 是不是 姐 我这不是正在努力吗 走吧 进屋吧 走了 回家了 回家了 哈哈哈哈 你回来了 哎 你看你躲着我 先生您别拦着我 我要出去约会啊 我单身现在 你躲着我干什么呀 啊 这大碗神的 只见过漂亮的妖精 你见过这么帅气的鬼吗 吃不了你啊 呦 高文伯 是学生我 你不是挺讨厌我的吗 你怎么跑我们家楼下来了 不是我什么时候说过讨厌你 不是谁说的 我掐死他我 你是我的女神 我喜欢也喜欢不过来 我敢讨厌吗 我 别拍马屁了 早晚不是刚分手了吗 哎 你说到重点了 分手是不是你说的 那我只能答应啊 要不然 不是不尊重你吗 是不是 高文伯一个女孩跟你说分手 不是她真的想分手 她需要的是一个台阶下 如果真想跟你分手 她就不跟你说分手了 你懂不懂啊 刷存在感 你懂不懂啊 哎 我哪有过那经验啊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我还以为你真的要跟我分手呢 这把我难过的 我还以为天亮不了呢 合着是黎明前的片刻呀 哈哈哈哈 你不是觉得左小山好了 你找他去啊 我什么时候 你不讨厌啊 你看 我们 我们 不是我们只是普通的朋友 这谁呀 普通朋友 你妈妈请她吃饭 你当我是傻子吗 那是我妈的希望 我只能让他们失望 我告诉你 我这心里边 只住着都小小一个人 我这心想住不下别人 将来 我还会娶都小小 听不见吗 做我老婆呢 怎么呢 是不是 告诉你 我心也不大 这些事我受不了 不是 你没完了是吧 你看我都说这么些了 你还是 那行 我给你跪着啊 反正这边都是你们家所邻友社的 你不怕被人吓死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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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答应我 你说你不生气了 我就起来 跪了啊 大家伙都听好了 我是独家小单 谁呀 小高子 本宫原谅你了 起来吧 谢谢 谢谢 真够难 太荣幸了 腿好疼啊 背我上天 还好有天地 请主子上架了 高安博 你要是再让我看见你跟洛耀山在一起 我都把你砍死 不会 不会 你说咱俩啊 这么上去 你妈会不会砍了我啊 那你回去的路上不许看别的女孩 我眼神不好保证不堪 那你今天到明天早上睡醒都得想着我 我天天都得想着 每分每秒好吗 早点休息啊 听见了没有 不许瞎看 怪点 好 哎 什么味啊 是我猪蹄子臭了 臭不了放冰箱里了 对了 你怎么没看着我似的呢 我这跪了好几个小时 我腿都麻了 你帮我去劝就万灵 那你愿谁 我让你起来你不起来 你说非得听你老婆的 你老婆让你起来你才起来 你个怂抱样 他刺你一张红你也受着 你舅舅要看你这副德行 你就没活路了 非得让你滚回老家去 妈 我回来了 小小回来 妈 你让童谊跪着干嘛 不能起 娘娘能让我在这跪着 那已然是极好的了 这她没答应我就起来了 只为能惹婚就真得离了 这怂样子 小小 你去把那个环玲给叫出来 环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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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呀 你爸站我的家里 还欺负我表哥 还有一个大男人 那儿他跪在这儿 跪夜啊 跪夜怎么了 我一辈子都搭给他了 谁可怜我呀 欠个三十万 还我想离婚都离不离 我不折磨菜 我折磨水 你天天都给我跪着 冯妮 跟我站起来 叫你站你就站起来 有点骨气行吗 不叫三十万吗 我借你还了 有什么了不起的 爱离婚不离婚随你们的便 我就是不允许你做这种熊猫的事情 你眼骨头 阿姨你别忘了你说的话 就把你说话当正啊 不是 一时冲动啊 他到时候问年峰借 借完了又架在我头上 不是 环玲我有话跟你说 阿姨 你你妈都说完了 不是不是 刚才是误会 我妈借我妈了 怎么没人管我了 妈 这都几点了 您还不休息啊 用不着忏悔 快睡去 人我都给您送回去了 阿 妈 你别叫我妈 听你叫我妈 就觉得刺耳 我还是你妈妈 阿 文博 你的行李箱子 我都替你收拾好了 你现在就去那个 毛猪蹄家里 你去管她叫妈吧 您怎么那么大气象 啊 不是我说您 您那手真够黑的 你说人家一个大姑娘 这要破了像 嫁给谁去啊 我还没说你 你倒说我了 啊 你说当着那个白莉莎和罗小山的面 你说什么让我跟那个 毛凤你道歉 我道得着吗 我啊 我那是打你呢 打人家 你躲得快 妈 您要这么说的话 就不讲道理了 我想说了吗 我想说了吗 是不是您逼我说的 我还有正人呢 我哪里晓得 您那个狗嘴里 突出那样的象牙呀 哈 我 我是您儿子 您说我什么 狗 就是狗 你连狗都不如 狗还知道孝顺主人呢 行吗 妈 亲爱的刘院长 这都几点了 睡觉了 妈 自从你回来就 叨叨叨叨叨叨叨 没完没了 你能不能安静一会儿啊 嗯 妈 我妈 正在行使她的权利 正在教育她儿子呢 她要想多说两句 您让她多说两句 妈 您要是心里不痛苦 您打我一个 嗯 我懒得打你 你说说 你妈对你在任何问题上 我是无私的 我做事情是无编的 为你 可这小子我早就看透了 你呀 未必 妈 你妈 这个性 你知道 要强 爱面子 再加上这个年龄正是闹腾的时候 有句话说叫家和万事兴 嗯 你要以后让让她 别老实跟你妈妈斗 你懂的 爸 我知道错了 你跟我妈转达一下啊 这些年没干别的 竟跟我妈斗智都有没人 你声音那么大 不怕别人知道你已经结婚了 你老公是Tony啊 他就是一渣男不是一般的渣男 不是一般的渣男 那人家爱上你怎么办呢 你说你也真是的 利用人家出国 现在好了吧 国没出城 促成一段婚姻 还婚姻 我们这叫假结婚 假夫妻 假结婚 这结婚真是假的 你们的婚姻受法律保护的 它有不跟你离婚的权利 不 那 其实呢 爱本来就是有条件的 要不然 你爱上一个人呢 真诚 勇敢 善良 要不然 你爱上一个人的钱 当然了 我不是说 爱上有钱人多么可耻 只是 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的爱情 肯定是不牢靠的 那我再比如说你吧 你爱上人家的外籍身份 他爱上了你这个人 反正接了婚领了证 他就作孝了 有的时候啊 婚姻是一种缘分 要不然你在对的时间 遇到了对的人 要不然 在错的时间 遇到了错的人 你选择了 你就要去承受 莫师兄 我都快死到临头了 你还跟我对这么一大堆大道 我只关心一件事 我要离婚 你不是答应帮我的吗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我能做的 我全做了 我能怎么办呀 我拿刀架在 偷你的脖子上 要跟你离婚吧 还有啊 他欠的三十万 是严峰帮他还的 那我欠严峰 我心里的债 我怎么办呀 我疯的 喂 唐唐 怎么了 艾先生要见我 你就告诉他 我只是个代班红娘 这些事我不管 可他非要见你啊 赖在我们婚联网站不走啊 哎呀 你就过来一趟吧 谁叫你魅力大呢 行吧 我马上过来 还马上过来 哎 你在上班啊 当红娘当上瘾是吧 你啊 我现在要出去一趟 麻烦你帮我请个假啊 那 那合计这么多实验 我一个人完成啊 我一个人完成啊 辛苦你了 啊 你那么多事啊 哎呀 哎呀 我怎么那么倒霉啊 哎 哎 哎 小小小吗 嗯 走了 我刚打他走了 那杜晓晓了 杜晓晓还没来啊 唐拉下去接他了 估计一会儿就到 你看看人家杜晓晓 哎 我说话呢 你看看人家杜晓晓 啊 人家只是一个代班红娘 人家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都喜欢她 再看看你们这几块料 我一个月不接你们几个投诉电话 我心里就像缺了点什么似的 你说这人和人之间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啊 还有你啊 人瞪大眼胡吧 哎 喂 丁经理 你也不能为了抬高一个人都打击我们一大片吧 我也没有什么投诉电话呀 你怎么不说 再说了 那些喜欢都小小的人都都是因为看上他了 啊 比方说那个爱人先生 比方说那个郝立强先生 还有那谁 你也别嘴巴 你这个月奖金都没了 还有你啊 我哪个月不接几个你的投诉电话 你没有投诉电话 也没人喜欢你啊 干什么这是啊 哦 议论别人的时候跟打了鸡血一样 浑身都是鸡 倒自己梗呢 烂泥服务上去啊 丁经理 晓晓 来了 哎 那个那个 姐姐快快快 倒杯水去 这太偏心了 让你去倒水 我刚刚打电话来 说爱人先生在闹事 没什么事儿吧 不重要 我有更重要的事儿跟你说 你愿不愿意来我们公司来工作 当红娘 我没开玩笑吧 我连带红娘都没带明白 再说 这么耍嘴皮子的事儿 我也做不来啊 你这样啊 我给你底薪 两千啊 我在研究所还给我四千块钱呢 两万啊 我们这儿的底薪啊 都是保密的 提成是棍盖的 你的底薪是我们这里最高的 不是你这太突然了啊 我回家好好想想 你是大博士 我知道我没有这个能力 也没有这个魅力 所以我只能拿钱砸死我 妈 喝水 不用 谢谢 干什么 吓死我了 人家谁说要喝水了 走走走回去工作去 怎么了 难不成你们还在说什么悄悄话 怕被我们听见 我们俩商量看电影行不行啊 回去工作 晓晓 你呀这个底薪不但是最高的 甚至比我还高 只要你好好干 这个底薪 我还得再捋捋 再捋捋 捋的时间不宜过长啊 晓晓 我还下去赢你呢 你怎么跑上来了 恰我一下 神清啊 怎么了 你知道你们经理让我来这儿上班 跟你成为同事 给我多少钱吗 多少 两千啊 四个零 两万 能不能小声一点啊 你看啊 我在研究院呢 一个月四千 还得交给我妈 我要来这儿上班 一个月两万 两年 不是不用两年的时间 我就可以把银峰 和张德寨全部还清 跟高文波一响天开了 我都想想 我们丁经理这回是下血本啊 聊啊 还底薪 这什么节奏啊 这拉仇恨呢 我都信我嫉妒了 哎呀你别犹豫了 赶紧来吧 你来了我们就能做坏了 但是我妈吧 她就希望我在研究所高大上 把这博士的帽子给延续下去 你说她知道我来这儿上班 会不会劈死我啊 不告诉她不就完了 心乱如麻 淡定 低调啊 淡定 哈哈 哈哈 好 诸位 首先感谢大家 百忙当中 来开几个会 你们科史评选副主任的活动 今天正式开始了 我们呢 有两个候选人 一个是高文博大夫 一个是严峰大夫 他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年轻 专业上也很过硬 可以说是未来我们医院的动力之才 那我们首先呢 就请高文博大夫为我们来讲话 谈一谈他对你们科史未来的一个规划 我们来听听他的事 文博 把手机关掉 对不起啊 我的一位病人 我们来掌声鼓励他 让他讲讲 谢谢大家 你看啊 真让我说点什么 我还真就不会说了 作为我们科史 最帅气最有才华的医生 能当上这个副主任啊 对不起 口误啊 是能竞选 那也是我的荣幸啊 我个人都为自己感到骄傲 我认为我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 我是一个渴望进步 不断学习 有着职业操小的医生 当然了 这也是在座的每一位 应养素质 我希望未来 无论我们医院发展成什么样 无论我们医院落在哪个土豪的手里面 大家都秉持这份良心 是吧 不是 刘副院长 不冷啊 高大夫 我想有件事你忘了吧 好妹妹要被你非礼这件事 你要没有说清楚 我相信我们大家对这件事比较感兴趣 谈未来还太早了吧 你们说是不是 啊 怎么 都不说话了 缺我一个人在这说 是因为刘院长在这 你们所有人都不敢吭声了 严大夫 好美妙的事情 都已经过去了 那结果早就出来了 本身就是个误会 如果在今天这个会上谈这件事情 首先 跑题了 如果你就这个问题纠缠不清的话 难免让我们大伙怀疑 你是在恶意重伤 你们说是吧 各位 都在这儿呢 还真是来得早 不如来得巧啊 说好美妙 我们这是在开内部会议 你作为病人 应该到外面去 刘院长 我只想请问你一句话 我要状告高文博对我性骚扰的材料 已经交到你的手里了 为什么到现在院里一点消息都没有 我现在就要求院方开除他 如果你们不这么做的话 我就去法院告你们 好美妙 你想要说法是吧 来 你过来 我给你 文博 我已经忍你很久了 我妈在这儿呢 她从小告诉我 不许打人 可我琢磨你是人吗 你当这是动员 你跟这儿 好了 今天的会呢就到这儿啊 大伙都忙去吧 改天我们再继续开 文博 你到我办公室 对不起啊 考虑 来 别走啊 她对我性自二分家没解决呢 黄美妙 干得不错啊 我都没想到你今天会来 关键时刻我能不来吗 我要先把高文博踩在脚底下 再去纠缠都小小 这是我的策略 不过我要提醒你啊 都小小是我的女朋友 你可不能为了你父亲打她的主意 什么你女朋友 你当我眼下 哪天在他们研究所 人家根本就不爱理你 是你自己一厢情愿的吧 我哪一厢情愿的 你不相信你问她家里人 一看就是父母包办的 都什么年代了 你是现代人吗 严大夫 你穿越吧 把杜晓晓留给我爸爸 怎么样 你别越说越过分啊 你可以对付高文博 但你要打小小的主意 我可不客气 我什么事都能让 唯独这件事不能让 你当我怕你啊 你当我怕你啊 你吓谁呢 不会到 别别别别别 你个头啊 你没吃药啊 杜晓晓 连你师姐都敢吓 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 没事吧 没事 师姐 你还记得 我有一个好朋友 在红点网站上班吗 嗯 怎么 你知道他们领导说 我去工作给我多少钱一个月吗 给你 三千呗 四千 五千 八千啊 两万 还不包括提成 两万 还不包括提成 两万啊 给你啊 你们领导也没吃药吧 当个红娘怎么那么高的工资啊 你要我这么高学历的人 心狠一堪啊 那也不能这么说 关键还得看个人魅力啊 小小小 你是我之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有个人魅力呢 今天晚上师姐请客 请你吃大餐 开不开心啊 嗯 还有 我看中了一个包 你付钱 咱俩一人一个 那我不吃了 必须去 杜小小 杜小小 好久不见 聊会儿天呗 聊什么 咱们谈个条件吧 我爸爸呢 想请你去吃大餐 只要你答应我去了 我就会考虑喜经高文博骚扰我的骂名 你看这样行吗 你说今天什么日子啊 怎么全世界都在跟我谈条件啊 个人魅力 个人魅力 女博是吗 帽子戴得高 人的好奇心自然就会重 你人长得这么漂亮 你的诱惑力和你的魅力是无敌的 所以呢 赏个脸是个饭呗 我不是 杜小小 高文博的事情你不会不关心吧 他骚扰我 这件事情影响他做副主任 你要是答应我呢 我就考虑一下放他一马 你要是不答应我呢 他的这个位置就泡摊了 小姑娘 说完了吗 大文在你后面 我们研究所不许万人进 杜小小 我再问你一遍 你去呢 还是不去 不去 个人魅力 拿胡子 杜小小 你可考虑清楚了 你会改变主意的 还是给文博打个电话吧 别打了 你又不去跟郝立强吃饭 你假的心心打这个电话 有什么用啊 我总不能让郝美妙胡来吧 现在文博名声被毁了 副主任也当不上了 到底什么情况啊 哎 那人好美妙 就偏要跟高文博过不去了 你那怎么着 反正你也帮不上忙 师姐教你啊 不知者不为过 装糊涂 谁能倒想埋怨 嗯 我不可能做事不管 我要问清楚 到底怎么回事 不过话说回了 这男人啊 很容易记住 在危急时刻 帮过他的女人 会感动一辈子的 既然 你现在帮不上他的忙 哎 那你就索性装天真呗 对吧 下次你听到这事啊 你就说 我的天哪里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你怎么不找一点跟我说呢 真是的了啦 你假惺惺那一套啊 我学不会 我出去一趟 哎 那你打算约在哪儿了 啊 哎 你吓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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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谁聊啊 夏总理 没事没事 那个 上班时间把你叫过来 没影响你工作吧 我都把工作处理完了才出来的 嗯 找我什么事啊 嗯 你妈给我打电话了 我妈 对 把郝美妙的电话也给了我 嗯 让我跟她谈谈 我已经跟郝美妙约好了 不是 我妈怎么什么事都跟你讲了 我一大男人我还怕她野生动物 不是不是 那个一家子变得不成啊 再说了 明明是她栽赃陷害的 我游离走边天下我哪儿都不怕 你放心 什么肿瘤我没见过 我一定会妥善的把它给切除掉的 你可千万不能去 你妈说的对 碰上这种胡搅蛮柴的女孩 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的 你想啊 如果你自己一个人单独去了 万一她又说你耍流氓 又说你摸她 你到时候怎么解释清楚 到时候会给你惹更大的麻烦 你别管了 女人的事就交给女人来处理 这 她合适吗 这 有什么不合适的 我是不是你好朋友 算是吧 行 算是也行 那你就等我信吧 我先走了 不是你别草 这单谁买呀 走吧 怎么办 那我我也走了 服务员 买单 你那不打过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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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延 小帅 大帅 你要不要打过我吗 我一定会把我挑拳 你不打破我 你给我打破我 我强费了 你给我打破我 我给你把你帮我找我 立刻起来 你把我给你帮我帮我拿破我 那我们要是看门老大爷 能不着我吗 别别别 关键是不合适 不合适 那你今天是接我们家晓晓去浪漫 还是接欧教授回家吃饭 你们家晓晓 对啊 看来最近你跟那个托尼相处的还不错是吧 我是不是应该祝福你们 那我可接不住啊 反正我现在幸福不幸福 跟你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那当然是 本来我还想离了婚之后 反过来追你